纵观整个曹魏,在曹丕继位之路上,最大的对手是他,曹操的长子曹昂。这是为什么呢? 一、曹昂的长子身份,曹昂身为曹操长子,虽然是数期刘氏所生,但刘氏早逝,曹昂转由正式丁夫人抚养,丁夫人把曹昂当成亲骨肉抚养,藤爱有加,而且古代还有继承者,力长不利诱的规矩,曹昂从规矩上是曹操的合理继承人。 二、曹昂在朝野上下颇有盛名,深得大家信服,曹昂带人人后,力闲下是知人善用。 和曹操多疑的性格相反,曹操负责打天下,曹昂负责治理天下,从这一点看,曹昂就是最适合的继承人。 而曹操早期每次征战,都会带上曹昂,准备把他培养成一个和自己一样知识之能臣,也能在军队中树立自己的威望。 然而,虽然曹操想让长子曹昂成为继承人,但曹昂在晚城之战中为救曹操,让出了自己的坐骑,因此被叛军诸杀,并导致后面曹魏出现了夺魏之争的局面。 如果曹昂能活下来,继任者之位将再无争议,就连曹丕在刚即位时都说过,若不是哥哥曹昂早逝,自己觉悟可能坐上今天的位置。 在治国方面,曹昂会比曹丕做得更好还是更坏不得而知,但如果他还在,估计曹丕就没有机会争想皇子之位了。 你认为呢?